第22季?第8集?第9集 桌上是一堆最新的变远金刚 新的系列,一年一度就转了另一套 最后要玩G2 介绍的是两个Leader Class和两个V-Class Leader Class也不是很大 以前是吗? 戈威龙之前已出过,今次是另一款改式版本 G2文,我个人很期待 因为G2文的样子很帥 头很漂亮 之前也有出过,但之前的版本可能难找 今次大家有机会再买一次 和重新的夹品 以前圆绕绕的造型,今次就瘦身了 四四方方,都不是瘦身 都是红位 先介绍再具形态 接着就开始电影 我先拿开这个盒子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盒子的颜色 说起这个盒子 它有银河守护队的颜色 对啊 你这么说我非常接近 某年代的设计 G2年代是用这种颜色的颜色 QR-Code 这个QR-Code 就是以前我们玩面 某年代的有包卡 这个某程度上是一个 电子的包卡 但我其实想要实体卡 可否两样都配 只要用你的手机 好玩 掃一下QR-Code 接着就打开网页 先看一下 那你就看到一个电子版本的 G2-Man的包卡 你看到有些东西 也看到它的能力值 哇 Skill 头脑 速度 火力 可以看到的 除了火力之外 也很厉害 例如我再试一下 格威龙 但我真的喜欢实体卡 你看格威龙的炮 是有些效果的 很大样的 跟别人作为一个Leader 在力量上 自力9分 速度9分 说它比G2-Man的 但如果大家想存这些卡 其实你就这样出街去店铺 掃完就走 哈哈哈哈 拍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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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趣的是 今次的小盒 全部开窗盒 小朋友可以伸手去 亲身感受一下 哪个玩法 手边都没有 哇 好玩 嘩 你的手指都打得很 有些Rhythm 好 接下来 看看下面的继续 首先这边就是白芝达 白芝达 就是我们熟悉的卡式收音机 如果你懂得卡式收音机 你应该有差不多的 是什么 大家应该不懂 不懂 未见就看了 我都没有 卡式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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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也很累 那它也很累 是 以前很流行 好 接下来到夹板 它的形态 都是一种军车 都是用开了一种绿色 就由以前的圆车 现在变成正正方康 我初时玩这个 我看少了 就觉得变的 正正方康 这么容易变 发觉原来这件事很难变 待会你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 有趣之似 好 接下来到G2文 G2文 有个标志性的火焰文 还有它一个游车 游车和以前玩的玩具一样 都可以变成了移动基地 武器都是用剑的 和一个类似古葬的东西 其实都是致敬G2当年的玩具 但它这个配色有些斜派的感觉 深色一点 所以它也有出过一个黑文 就是在Carol Bob 一会製作黑色的 非常英俊 和受欢迎 最后就轮到 甲威龙的炮台形态 对上一次的版本 有一些 宇宙迷彩 有些旧发色 而且颜色有些不同 这次是纯的颜色 即是正式的格威龙 没有那些 可能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的颜色 就看到 这个紫色都非常漂亮 而且它改良了第一版 第一版的肩膀 是安的位置 它的部分是有些问题的 这次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如果想修一只完美的格威龙 这个是不易自算 会不会有第三版本 要再等一点 好了 如果时间的关系 阿嘉是否挑战这个 好 但是它也很简单 我从隔板开始变现 好了 我们尝试 一次就要两个 一次就要两个 由于我复杂 我想麻烦得哥 声音和糖水 一会玩的 我刚才想 你可以挑战一下这个 课柜也可以 完全没有任何看说明书的情况之下 究竟这个汽油缸是有些什么玩呢 Gitwoman 电影也是复杂的 你见不见我们玩具TV 由Day1开始有个格言 是什么 玩具是可以的 没错 我已经把这个汽油缸 彻底拆出来了 但其实还可以玩的 可以再变得漂亮一点 我完全没有看任何东西 我认真一点 我看一看 有没有盒子 有盒子 有盒子 大尺寸 有些工具 有盒子 这个玩得开心 舒服 反而我这个是真的 好聚烈的 刚才说那个卡式机 是礁外野餐必備的 曾经我说 很记得 對,它有這麼大的聲音 一個卡式機,一個紫麻雀 以前的露營和野餐是必備的 它的精妙之處就是 它連油缸都可以完整地收納在腳的裡面 時間的關係 嘩,好可怕 變成這樣打 嘩,試試 其實都容易攤開 好,時間的關係 不要緊,你可以玩著外形 你覺得有多好,有多關係 我想說這個淺藍色的透明露營帶 就馬上想起中學位 哦,是不是Stand Up Stand Up的黑膠 藍色、紫色和青色 不是,粉紅色、紫色和青色 噢,靠色帶也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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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今天就可以拿出一張蛋 然後變成它 也可以坐進去 噢,這下的按鈕很值得 好過癮的 它有彈黃 可以彈出來 其實它變形的過程 都相當之簡單 而且它也頗實正 就期待它 會不會用什麼方法 出賣其他的錄音帶 因為 玩得 帕子彈或者音波 錄音帶也是一個重點 是 鷹和炮 它就是獅子和西猴 對 因為博派和狂派有些不同的 好,德哥,我已經見完這個了 是不是可以玩一下這個 你想繼續挑戰 是 其實我是沒有合規看到 它的樣子是怎樣 是,我想看看 是這裡 哦,謝謝 好,在德哥 在玩的時候 我又試試試 這個嗎? 試試看 如果不行,你接手 好了,夾板 那你見到它 已經是一個成功修身的造型 雖然它上身是一個 正正方方的整個車頭 但是它的變形呢 下半身和手反出來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難處理的 我都覺得這個設計 是比相中巧妙的 而這個 車背那個 類似布的東西 就變成一個盾牌了 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你可以是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 或者是 再裝在背部也也可以 有不同的玩法 你可以隨時去更換也可以 肩膀有一個透明件的 機板下 它最標誌性就是 常用的流星鎚 在這個版本 變成拳頭的位置 它作為一個 新世代的變金剛 轉腰、貼地、 手部的關節 完全是齊全的 其實現在的變形金剛 和我印象中的變形金剛差很遠 它這麼好玩 好玩的 基本上 關節你不需要去擔心 我記得玩第一代 大約龍的時候 他變成機型之後 今次是不能動的 直銳也是分不開的 現在的 就是 形象 現在是 時代眼淚 但它又致敬最早的設計 外形都像動畫 甚至是最早期的畫面 爆放玻璃的空口 所以它就算不停地出 不停地reboot 你都會追的 因為它真的在進步之中 你都可以感受到 變成樂趣不再一板一眼 都是那些玩法 它們仍然很努力地見到另外兩隻 試試鎖一下兩位努力中的師兄 帕子達會動的 這是帕子達的包卡 手要輕明地動 嘩!射的 可以看清楚一點 那個不是他身上的器官 那個是一支槍 它的技能是八格 頭腦八格 速度很慢,只有兩格 火力是有七格的 這個完全是指示出它的功能 就是擋子彈和射 盾子彈和射 盾子彈和射 正如大力通常都是頭到七格 只有三格 大衝道居然有四格 比法子達還快 而火力是有八格的 好,有四格 德哥 能否變完呢? 等等 嘩!這支其實是什麼武器 螢光的對炮 我一看到這個 我又想起現在的Niu的長距離 浮遊炮 成為了一支大螢光劍 真厲害 進入超級系的時代 非常合理 好 看看吧 但它整個Trayer最開心 就是看到沙沙尾 對 這個 簡直是一個驚喜 非常威武的格威龍 對上次的版本 肩膀是前後有些問題 這次完全是 確定了這個問題 這個紫色是非常漂亮 它身上的宇宙迷彩 這次就沒有了 純粹出廠的靚仔 背部也有兩支飛船造型的炮 而頸部也是掛著它搶回來的MATRIX 肩膀是啞色 但拳頭是靚的 因為不同材料 是的 專門的 炮這個 這個就還原回當年的G1玩具的感覺 這些東西都非常棒 而我覺得 隔威龍玩具來說 暫時最漂亮是這個版本 以前出了這個 舊的我覺得真的不需要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所以它就會不斷進步和細胎 如果它有一個 其實它每一次的進步都很 它有些破格的進步 不是隨便出一隻新的 所以 其實每次玩它每一款不同的東西 都覺得很新鮮 我又欣賞隔威龍它變完之後 那些類似鍋爐的東西 藏在胸口裡 成為了它機械結束的一部分 是很合理的 有一種核心的感覺 對 剛扭進去那一刻覺得很棒 嘩 可以的 我已經變得了 好厲害 德哥 四百多其實都不貴 嘩 難不難變 不用看說明輸 這個挺難的 嘩 厲害的 真是德哥 對了 那就是G Tumen G Tumen 它比起舊版 我覺得它進步了 就是腳收長了 而油缸收納位 就吸取了之前 阿佩文的做法 都是用雙龍的導法 在大腿裡 胸口有透明件 去回藍色的車窗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作為一個 光太心臟 首領 必須有MASIX在胸口裡 那它這個呢 這個是另一個 嘩 創方系嗎 另一個來的 就是不同年代 哦 那個MASIX應該都 因為一個 收黏一點 放在裡面 所以那些黑社會大佬 最喜歡駝一些 我剛剛想說 我剛剛想說 這應該是白人 黑人 所以想掛在胸口 那MASIX是這樣的 有些像之前 有些透明件 有些像之前 不知道是不是 諾狄文那個 貨派的版本 那 它應該會有一把 像大禁者 那些線 這個叫斧頭 斧頭 斧頭 因為作為阿佩文 一個斧頭是必須的 神謀程度上 我覺得是致敬當年G2玩具 去射那些飛碟 因為當年G2的貨櫃 可以射一些透明飛碟 有一把透明藍的劍 而最有趣的地方 這次G2文 多了這個結構 就是這個 導彈化石器 有六連裝 每樣六支 這個是一個新的設定 之前都沒有玩具有趣 那如果有人用槍射 他肩膀就死了 是不是也是我 然後呢 然後呢 前面呢 就配上這個 油缸 油缸基地 油缸基地 可以動的 可以動的 那 你可以 用它自由的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維修基地 也可以的 拿來維修一些 細一點 現在可以大 就是這一類型的 尺寸 可以再細一點 就可以幫它整理了 這把劍 是不是還有一個玩法 對 還有一個玩法 對 這把劍 你看它這把劍 和斧頭 這麼厲害 但是劍好像小 其實劍 可以跟斧頭 再合體 這就是一個很喜歡的玩法 很喜歡還是很喜歡 喜歡 哈哈哈哈 再變成一把 更加大的 更加大的 更加大的劍 終於可以跟它抽過了 這裡 可以跟救人 聊了 一次過介紹了新系列的Leadercast 和Vcast的產品 Leadercast 在各大玩具店 均有代秀 對 好 新年說我很久沒有出片 沒錯 因為我要打Heldand Ring 哈哈 但我已經打爆機了 我成功拿了百金 還要直播打機 我直播打機 滿了你們 我經常死了 超級快的